另外想找一些找手突击的股票可以考虑哪一款呢? 我觉得是领展可以去看 下一来他也是受惠本地有机会防御措施 他会比较充分的股份 第二,他本身的股息率相对上也是吸引 第三是什么呢? 你看到大肆堆下去的时候 其实他堆下去的幅度也不太深 你会看到他尝试低位 可以初步看到底部 但会变得到的 你看到前两天堆下去 那个位置都没有穿到前低位 所以如果大家去追捕一些股票 短期来说,防修线又比较强 还有有机会上网下一支幅度去玩 这个领展可以去考虑一下 甚至在现阶段去考虑 如果你真的想去,很害怕 有机会回调下去 你用哪个位置去止捷呢? 落下早两天的低位 62.05的位置去进行止捷 甚至如果大家想去做股票 或者去买股票去去Figoli 两个长线去摆一下 我觉得这领展不需要平常去买 可以长渣 不需要你去短期的科幅 那个情况在这里 最差的,你主要受到的影响 其实都是香港的疫情 现在你看到它慢慢慢慢的 我想说,希望是一路一路的过去 对于本地相关的股票 希望有机会有好一点的表现